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 一志气未脱的大男孩,顶着不绝于耳的质疑和过于鲜嫩的年龄逆袭了。 在一个新人演员的演技粗批上,雕琢出了越来越鲜活的蓝旺姬。 我们不能把一段风流堪堪化成的演员过语,但我们在他倾勾唇角的晴光映雪里沦陷了进去。 王一博,少年可期。 无机姑苏情种,蓝旺姬心犹万刃,王一博一击致命。 二,你见过凌晨四点的洛杉矶吗? 我见惯凌晨三点的练习室。 你见过舞者的脚吗? 我习惯吸上solo留下的斑驳旧创。 你怕黑,怕虫,怕鬼吗? 我怕,我没有你们想象中坚强。 你不爱我了吗? 那就走吧,感谢这段时间你曾在我身旁。 小狮子的时代才刚开始。 娱乐圈流量逆子王一博,没有你想象的好,也没有他想象的坏。 三,没文凭,有文化,他颠覆了人们对优秀常规意义上的概念,有颜值,有态度,他打破了人们对小鲜肉滑而不实的成见,真性情,没包袱,他刷新了人们对流量偶像人涉化的印象。 重新定义流量,重新定义偶像,王一博活成了很多人向往的样子。 王一博,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 四,王一博偏爱相耐而,或许只是因为,服装本就是绝好的表达式,我就是我,不仅是着装态度。 来路,都有跋涉的理由。 去途,都有奔赴的方向。 娱乐圈出门世界,求不住每根棕毛都闪烁自由光泽的小狮子。 每一个向往自由的灵魂,都是自己的王者。 娱乐圈艺术王一博,当我和世界不一样,那就让我不一样。 武明明为跳舞而出道,却直到蓝望鸡出圈,王斜杠青年博才终究以演员身份名造一时。 可见,走红真是门玄学。 有争论,不着急,谁都没有开挂的金手指,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剧场。 星海横流,岁月成碑。 我们见过许多光亮的人,最后依然爱你,王一博。 演员王一博,像阿甘一样奔跑,无关流量,迎合雨滤镜。 六王一博,明明顶着张谋杀菲林的脸,却丝毫无意魅惑人间。 据说这世界上大部分的不快乐,都能用两句话来解决,关你屁事,关我屁事。 倘若用此要诀来处理追星生活,也真真是极好的。 譬如,我喜欢王一博,关你屁事。 你不喜欢王一博,关我屁事。 承认王一博优秀有多难。 你有你的人间剧场,我是我的世界首则。 七点一出戏,连坠古今。 赵子龙丹琪旧主,王一博经验四作。 王一博是拥有旺盛生命力的新鲜血液,给英雄迟暮的天天向上带来审美疲劳的缓解。 舞台方寸,系里乾坤。 爱王一博的人,大抵爱他无论周遭如何遭遇,我自顾认真的纯粹。 演员若思,抗客性矣。 大舞声王一博惊艳离原,流量不佑于流量,流量配得上正能量。 把韩式花美男白牡丹,到国风美男韩光君,是爱斗王一博到演员王一博,回炉重塑般的脱胎换骨。 败倒在韩光君卷云纹袍下的韩愚,为当初错间内心疯狂OS我有悔。 而反转的内核,正是王一博从韩流一炫成为国风少年,完成文化淬炼,实现美帝进阶。 娱乐圈华彩少年王一博,青春恰时来,我与我的国同在。 就王一博骑大摩托来娶你的事是不会发生的,但照葫芦画瓢,培养个博士宝宝,终归大有希望。 生儿当如王一博。 做个睿智妈粉吧,跳出粉丝经济下偶像养成的情感陷阱,享受理智追星快乐,在追星云育儿和现实生活育儿中双赢。 Fighting 生儿当如王一博。 追星云儿两手抓,偶像效能最大化。 食王一博骨子里的野性令他别有一种光,那是尚未被磨灭的锋芒。 在世人被规训裹挟时,他的直球在冒犯中贡献着文化的他者力量。 世上最狠的刀是自我雕琢的刀。 普天下唯有这把刀会朝自己最不为人知的缺陷而去。 刀客王一博,愿你剥离冗鱼,捐客荣光。 鱼圈刀客王一博,最狠的刀是自我雕琢的刀。 十一如果说蓝旺鸡神似是少年本色,谢允灵动是演技历练,那么蒋仙云英气就是角色魂穿。 有自我意识又完全融入心灵魂,尤其最后回眸笑直指人心,神韵杀人。 王一博没辜负厚望,他完成了演员内在与人物本质隔空呼应,也向影视业正式交上演员的署名答卷。 王一博演技进化史,陈情令,尤斐,理想照耀中国。 十二拽歌王一博,拒绝得了南色经济,拒绝不了饭圈拉廊。 全世界为什么都想给王一博作媒,因为这是种替代满足。 弗洛伊德认为,在人格调节本我时为了不违背原则和道德规范,往往是欲望一致。 这是个层层转移,不断妥协,逐步升华,使欲望堂皇的过程。 王一博,人间暖情酒,谁喝不上头。 十三四平八稳的人不会吃,会吃的往往是性情中人。 心圆一马的现代人很难单点极致,而吃本质是自我成全的断舍离。 但王一博做到了,平顿感力。 他就像不合时宜的理想乌托邦,拥有坚不可摧的坦荡气场。 在那气场面前,厚黑自残行贿,虚伪无地自容。 王一博,人生必有吃,而厚有成。 十四明星亦一生灰以满足公众窥视,而王一博更像天体星星自传即公传。 讲自己的故事,活独特的气质。 有独行自洽的智贵,亦有成人之美的豁达。 在那些未维系脆弱自尊不惜向世界展示自私、自恋、自负的人面前, 王一博值得拥有狮子座的孤戒傲暗。 恒星王一博,论娱乐圈宇宙的偶像搅动量。 十五数道极致尽于道。 最朝最恩的人却有最朴素奋斗姿态。 神兜服饰惠里百里红义这一笔,不暗淡,不刺眼,恰到好处。 散点透视的卷轴中不占C位亦有高光。 机会面前甘当绿叶,数叶专攻朝圣般的前程追寻。 令他成为浮光掠影的娱乐圈,价值取向的清流。 拒绝犯圈病。 王一博,于圈征翻成匹,演员需要牧师心。 十六点百里和七娘属于瞎猫碰死耗子,而先婚后爱并不总这么有趣。 节奏对了是欢喜冤家,节奏不对是冤家。 百柳爱情是上课还是上家? 是圆满还是遗憾? 过日子这种事和美食一样,终究是私密享受无法大众评判。 没所谓最好,无非是此时,此地,此身。 百里红异,神兜第一掏课,为何将就了爱情? 十七王一博思维跳跃发散,野生演技自成章法。 从陈情令到风起洛阳,他的演技在正态成长中。 与当初机遇行成功不同,通过类型表演的试炼,他已实现从无心插柳到有意栽花的进阶。 曾经为他扛顶捏把汗,如今再看已如烹小仙,这就是进步。 演员王一博,时间换空间,演技去流量。 十八王一博在这阶大放异彩只有一个理由,他具备了一个舞者的自我修养。 且在职业语境里,他的修为达到资历敬佩莫作,实力不负众望。 某种意义上,这阶是王一博的桃源。 他在街舞学习中格物置之,也在起心动面间修了一味生活禅。 舞者王一博,热爱是一切答案。 十九世上有的是能才准节拍,消化音律,职业技能不输人却泯然众人的优秀舞者。 为什么偏偏是王一博能以舞闻名? 自我决定我们面对世界的姿态,是在人群中发光还是泯然众人。 姓张力拉满的人也是活出自我的人。 王一博以舞出圈,大概率就赢在这点。 王一博,王之舞台,Kill me, kill me。 二十我们喜欢王一博,或许正因为,他即使被包裹在果壳中,仍自以为是无限空间之王。 他是真正的舞者,舞蹈是他的桃源。 在娱乐圈虚假繁荣的浮迷中,他活得平易而朴素。 还没有开时代的资格,却有着划时代的潜力,天下是年轻人的天下。 王一博,与刘德华,梁朝伟,北村张英同贫的后浪。 二十一如果娱乐圈是股市,不依赖单一市场风格的王一博,正是传说中股性活跃的白马股。 或许不懂股市,但我们懂王一博。 他其实没给过太多人左侧建仓的机会,现在属于他的市场已进入右侧阶段。 那么,你看好王一博吗? 你入股的理由会是什么呢? 王一博,娱乐圈超级白马股。 二十二饭圈喜新厌旧为王一博是长笑热词。 昭黑若有段位他必江湖独步。 他有什么罪? 他唯一的罪就是太红。 从流量到榜样,内在笃定自洽是他的精神棱角与灵魂重量。 从浊浊齐华到大美无华,他懂得,一滴水如何能不干涸。 Be real的他,无妨可他。 娱乐内参,王一博凭什么不他房? 二十三王一博电影年,欲征天下先战戟。 五中亏爆三个关键词,freestyle,old school,swag。 节奏与调性,视域与空间,腔调与姿态,从舞蹈视角看王一博演技成长。 影视投资市场概念万千,但像他这样既是兴奋点也是长笑热点的,却实在稀缺。 用街舞思维,打开演员王一博。 二十四固守old school的最央老灵魂。 天生万物,各得其法,功名利禄,不是唯一。 王一博这句世人未知疯狂的性感皮囊内,那有趣灵魂当初于天天向上的价值,现在鱼内鱼的意义,都一样。 对浑身草点的鱼圈来说,他以be real精神化腐朽为神奇。 王一博,娱乐相对论与黑红辩证法。 二十五袖剑,近战暗器之王。 无名者,战斗在敌人心脏。 电影无名刻画袖剑般的无名英雄,其自身之于中国电影,一如一枚袖剑, 以暗器姿态刺穿电影票房经济的信息减防,在看不见的手推动下打破电影票房前规则。 启约无名,影史为正,无名即名。 秀剑无名,暗器的卑微与伟大。 二十六成尔,梁朝伟与王一博的《相遇结缘》,分明有一代宗师故事里公保森立推南权北传之际的调性, 现在这个炉子里呀需要这根心柴。 名利常理向来少真情,但电影艺术却有文化更续。 捷径和索取虽然投机,但普质与纯粹才是艺术生命最终的皈依。 电影无名,销魂处,亦是英雄的。 二十七关于爱情,剧本不过寥寥几笔,但七尺之躯以许国再难许清的爱令人难平。 叶先生用尽全力过着禽兽人生,方小姐花开垃圾长穴见轩原地。 英雄大义的毕美学,不仅眸了我们的眼泪,也见证着王一博昨天的潇洒少年郎,今天已变成大人样。 无名,叶先生,我讨厌你衣冠楚楚的样子。 二十八无论历史如何宏大,但最终还是落到个体身上。 国难面前,所有人的人生都被东营刀划开血淋淋豁口。 所有个体都在血色里挣扎,各自残缺。 历史的每个瞬间,无名者都在演绎着不曾被悲客的努力。 他们以热血为胜利的花肥,浇灌出中华民族无敌的传奇。 无名非典型影评,他人即地狱,理解即慈悲。 二十九电影的性格来自电影人。 让爱爆米花的去品拿破仑无意牛角牡丹,高估观众是承尔的原罪, 令持流量成见的见证流量转型简直杀人诛心,被低估是王一博的原罪。 承尔与王一博都是坚持自我的人。 鱼圈顶流与电影极客的连美,打了谁的脸? 电影需要流量,流量不是贬义词。 三十承尔的创作态度一贯清醒节制, 但他呆王一博却有某种艺术家对美, 对谬思和灵感的确信,情愫与傲娇。 这种基于行业情怀的偏爱与伯乐相马的友谊栽培背后, 是演员可塑性与作者性导演适配的丝华, 是演员学习力与创作型导演适配的丝华。 电影需要青年,年轻不是贬义词。 三十一夜内认可,票房验证,世界瞩目, 多年青黄不接后内于终于有了新生代国际青年偶像。 形象气质俱佳,演技台词并美的电影新面孔, 王一博就像一针兴奋剂, 让暮气沉沉的行业悸动不已。 流量与影帝,也不过只隔岁月与修行。 不妨再等一等。 王一博,中国电影新青年。 三十二长空之王用文艺力量测写长空隆吟, 为新主流电影开仙河。 好飞机是试出来的,好电影精的助锤打。 口碑票房双赢的佳作, 却遭遇所谓军迷恶平抹黑。 愿长空之王与吴明一样长尾漫牛, 化作一记直甩觊语者脸上的响亮耳光。 长空之王岂止电影,岂止票房,岂止五一档。 三十三人活着的姿态就是他的层次与高度。 电影人王一博,极限是死磕来的, 空间是用真心换的。 强者横强不是单纯马太效应, 而是时刻都在迎接, 甚至主动发起一轮又一轮battle 并在命运报机中保持胜率, 评的就是做演员就做好演员的野心。 王一博演电影和是非一样, 都是没有硝烟的战争。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